车来到了此行程中最具代表性之处 即佛陀悟道的菩提嘎亚 其中最显著的地标即为正觉大塔 千百年来静默地接引来来去去的千万佛子 这座圣塔初期为阿育王为纪念佛陀 在佛陀入灭后的360年间所创建 县塔高约52公尺 外观九层 雄伟壮观 象征如来觉悟的光规屹立不遥 塔内存有佛陀的设立 塔顶是龙树菩萨所制 每一年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佛教徒 用近正觉塔佛陀金刚座成道圣地 让塔祈愿精进修持 并仰指佛陀迈向正觉之路 而在正觉塔著名的无提树旁 大众见证了佛陀当初悟道之法座 纷纷亲近法座的外来 希达多太子当年便是在这金刚座成就正等正觉 而无提树下金刚座之方形失败 为后来阿育王所设置 用以标志当年佛陀禅座之处 当初希达多太子为了追求敌苦得乐的真理 放弃世间一切荣华出家修行 经过六年苦行后 于无提树下之金刚座结家福座 发愿 我今若不正无上大菩提 宁可遂此生意 终不起此作 直到第七日中的第七夜 天正小明 沾望明星而目得四地 十二亿元 成就无上正等证据 魔王就创现 派了三个女儿来勾引佛陀 就告诉佛陀说 休闲人你应该回去享受你的欲望 你有这个很漂亮的妻子 还有儿子 你有你的富贵 你应该回去享受 叫他不要休闲 但是这时佛陀有没有理他 没有 佛陀他就向内心 就征服了他自己 他觉得说 他不能受这个魔王的一个诱惑 所以他就在内心 在那边交战 所以我们要不要征服自心 我们最难对付的就是自己的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会随着我们的习气走 那佛陀他征服他的这个 这个内心以后他终于战胜了 一路追随佛陀的这个足迹 修行 其实有没有很自在 非常自在非常快乐 真的啊 所以佛陀他那时候就是决定 就说他要断烦恼 那断烦恼首先有没有 三千烦恼师啊 要不要先把他舍掉啊 我们最执着的也是这个头发 每天起来就输得好漂亮哦 绑一绑一绑 然后去给人家洗头发这个也是让我们来轮回的因 来轮回的因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能够征服自己 我们爱漂亮的话呢 我们也是要回来娑婆世界啊 所以执着娑婆的世界一争一草一花一木 你就是要回来轮回 那轮回苦不苦啊 对啊 所以佛陀才跟我们讲啊 苦极媚道嘛 那我们要先要断烦恼修善 我们要发现好不好 来来合掌来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好请放张 一行人在佛间接踵的人群中 沿着正觉塔外围徐徐绕行念佛 外围墙上可有许多佛陀八项成道的石雕图和数尊度母像 其中一尊镶嵌在正门右侧脚墙中的绿度母石像 特别受到宠敬 朝圣人总是对着他虔诚的朝礼祈愿 朝圣团抵达时 适逢每年一度的嘎举大祈愿法会 在正觉塔附近的德嘎市举行 今年已经是第三十二届 现场汇聚数万僧众 朝圣团员们有幸恭奉其胜 来到祈愿法会会场中 大众依序列队并一一呈现波鱼共评 并聆听尊贵的第十七世大宝法王慈世说法 在一连数天的盛会中 共进行大乘布萨律仪 恭送祈愿文 以及举行超剑等庄严仪柜 同为全球之和平 消灾虔诚祈福 更祈愿藉由法会所传播讯息 放下世人心中的矛盾 冲突 启发大众菩提心 用爱和慈悲拥抱世界 在祈愿法会中 大众有幸能参与盛大感人的点灯晚会 在正行献贡灯竹的时候 大众手捧独登 身口弼三门一心 专注祈愿文内容随稳入观 并跟随法王嘎玛巴一起唱颂 一起祈愿 宁要使用 read并 Vou curve 谐吉аци met 中 朝处去夜 心夸满律北 那夜的安若处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余晖的菩萨大德们唱着点灯祈愿文 昏映着圣地行空 上达佛厅 祝导手中的微小光明 能够遍照大千世界 温暖大地 觉醒有情 佛陀当初经过绝食苦修后 来到位于古印度摩羯托国之 尼连禅河边 受到村中牧羊女苏家塔的供养 而恢复体力 由于牧羊女一念之间的善念 让佛陀与这个世界有了重大的改变 后人为了纪念牧羊女苏家塔的异形 特地建造了庞大的牧羊女纪念塔 在这修古巡当中呢 都没有吃嘛 也没有喝水 那这个啊 你们有没有看过他那个像 就是那个都溅到骨头了 那时候都哭掉了 都已经都快这个没有水分了 那在这当中呢 他的母亲 看他修苦行也不忍心 从天上下来告诉他说 儿子啊 你不要再这样的灵略了啦 这样你没有办法请就了 那摩耶夫人也不忍心 就来这样子告诉他 后来他再透过自己的思维呢 禅定以后 他觉得说 这样不究竟 他就决定啊 寻求另一种方式 后来他就起身 因为做 很久很久都没有吃嘛 起身 然后走到你一年残河 去把所有的污垢 把它禁除掉 那洗好以后呢 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昏倒了 好 因为太久没有吃饭了 所以就不吃啊 体力不吃啊 就昏倒了 刚好牧羊女来啊 就供养他 这个这个牛嘛 牛乳嘛 结果他吃了以后呢 就恢复这个体力 所以就是说 活头他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非常的艰辛 包括你看我们 这一次啊 我们几个人啊 49个人 那活头要告诉我们什么 活头 49个人也有表法 活头你看哦 七七四十九天 正悟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告诉我们也要精进啊 是不是啊 我们七天七天的这样子 活头可以成正道啊 那我们49个人 活头告诉我们不要放异啊 要精进啊 要像他一样啊 我们也可以成佛啊 因为我们都自信佛 所以佛头把他的最好的教法 都不令法的传给他的地址传给我们 所以我们更要恭敬法宝 所以每天都要三归一 所谓归一 佛法生三宝 那佛不在了呢 我们一定要恭敬三宝 因为恭敬的话又有福报 因为恭敬中你的福报从恭敬中求 所以一分功德啊 就是一分福费嘛 然后消一分的业障 牧羊女纪念塔占地颇大 古仆的外形属于富波式大塔 在纪念塔外 有几位僧人早已常众诵经 大众也纷纷为塔身贴上金箔 并诚心合掌念经绕堂 感念牧羊女苏家塔 种植成道散营 而在村中 是有一所乡下小学 简陋的校舍中 学童们的穿着十分的简陋 看到这群来自台湾的朝圣客 纷纷露出腼腆的校围 而相见自是永远 团员们纷纷集资 恭请战院法师代表 将捐款赠予这所乡下小学 由校长代表接受 大家仰慕牧羊女苏家塔的爱心之鱼 爱无疾无 也希望这批牧羊女的后代 都能健康无忧地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护持护生 放生 超度 阴生 卫生 胎儿 屏东 庙云寺 高雄生命书方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祭礼拜 弥陀宝灿 护生 蒙山诗时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2月6日 正月初六 星期日 上午9点半 地点 屏东 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兴安村 大兴路175号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山法义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地区 新春起见 故国祈福法会 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点灯 供水 限时供 招请及甘露诗时 祈愿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众生安乐 与法自信 恭请战胜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2月17日 星期四 时间下午2点开始 地点 南投县普里镇天子宫 南投县普里镇中兴路 23-10号 下询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山法义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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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